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在节目前戏我们透过一些时间分享了玉婷妈妈的故事 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聊聊 就是在每个家庭当中都有遇到不同的状况 那其实身障家庭也面对到不同障别的孩子 很需要一些协助 那每个妈妈真的都是很辛苦 那这次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临选了爱心十大爱心妈妈 那请安玉跟大家来聊一下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十大杰出爱心妈妈词汇讲 我们今年已经是举办到第27届了 对那从我们过去26年来 其实我们已经挖掘了可能想每年10位 那26年其实也260位爱心妈妈的故事了 那其实是我们协会一个蛮盛大的一个年度活动 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过去都是举办在母亲节前夕 对那其实我们会争 就是又像全国的选拔 就会征求全台湾的各个照顾 身心脏液子女的妈妈的故事这样 对那我们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对像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教育路上有母同行 对就是我们针对可能妈妈们在照顾身脏子女 她们在教育的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今年选出的十大的爱心妈妈就是 经过这个初审跟决审之后选出可能十位 可能在教育的这一个主题上面具有代表性的妈妈的故事 对对对那今年的十大杰出爱心妈妈 妈妈的部分请我们的安育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这十位妈妈的故事 这十位妈妈的话其实每个人的就是 面对孩子的状况不一样 对对对像我们今天到我们节目的 玉婷妈妈 对她的就是小朋友有雅思伯格跟可能自闭症的 对对对那妈妈她也就是很用心的 像我觉得每个妈妈她们都 我要一个一个故事介绍嘛 对 可以稍微讲一下 稍微带一下 了解那像我们有一位 金小贞妈妈她 像她的小朋友就是双眼一出生就是全盲 对对那其实她们都是 很认真的就是陪伴她们上学 对她们也都很认真的去发掘她们的 可能潜力跟她们的优势 像这一位可能小贞女士的小朋友 楚云她其实她现在年已经成功录取成功大学的台湾文学 对对那她其实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她金女士她都是手把手的就是陪伴她在可能点字啊或者是各个才艺的发掘上面都很认真陪伴她对对所以她现在是最近是录取成功大学的文学系 对对像是另外一位可能吕金雀女士啊她的小朋友是可能脑麻的对那她也是就是也是一样很努力的在学校学校上面陪读然后陪她复诫 对对她最近在那个我们的道学记者会上面还有在唱歌给她家听 对就是唱感恩的心 超感人的 超感人的 对那时候那个那个妈妈也在现场 对对听完真的马上掉泪 对她就是坐在那个她的椅子上面然后就递给她那个卡拉OK麦克風 哈哈哈她就在这样给她唱感恩的心 是是是是 好感人因为她是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可是她唱歌超好听 超好听 她就可以感觉到她很用心在唱 对她很认真的在唱每一个字 嗯 对就可以感觉到她的投注在上面的力量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那接下来 那秀莲女士的话她就是她的小朋友是患肌肉萎缩症 对对那她的话其实我觉得她很努力 相比就是她妈妈为了要让他完成教育 其实对jack肌础和学车 他们可能都会 像嗯会要求就是可能考试的单位可能要准备什么东西 好的说 theatre 过是她以结到后来其实她的学业上面的成就是非常好的 嗯嗯对那其实这个不仅是小朋友他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妈妈她旁边的协助也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的 因为她提女他提出她的评论范方式 对她 warmth 他把他除了学习以外的障碍都尽量的排除 对就是能帮忙可能考试的时候需要的辅具啊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对他让他就是能够专心的在他的学习上面 精进那他学习以外的障碍 他就是很努力的帮他排除 所以秀莲女士他的小朋友 以及现在才可以获得总统教育奖 对其实从他自己 只是他自己的努力 他妈妈其实帮他排除那些障碍 也可以让他更顺利的往前达成这个学习 对那像另外有一位 玉婷女士的话 她就是啊 就玉婷妈妈 对像她的话就是 她也是在小朋友的艺术上面 也是有帮她就是挖掘很多 对对那玉婷妈妈的故事 可以稍微分享 等一下有很多时间 要请玉婷妈妈跟大家分享 因为刚刚在节目前听很多 觉得一路走来 真的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陪伴孩子的成长 等一下会有很多时间 今天请玉婷妈妈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接下来是来自家义的廖秀玲妈妈 对廖秀玲妈妈的话 她也是就是 她小朋友也是对美术也是蛮有兴趣的 对那他们其实 就是一样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是他们很常就是 去交通啊 他们可能行动上有时候不怎么方便 他就要可能带着她 可能骑车干嘛 或者是要可能学校有坡道啊 他就要拖着她上去这样 那其实都是还 都是我觉得蛮有毅力的 对对对对 就是像她可能也是会 当初她可能本来想要就近让她读书 想说可能在接送上面比较方便 可是小朋友她就是想要读比较远的广告设计科 对那她也是为了就是想要看她说 看到她弹琴那个学校 就是衍生三闪发光好像很有兴趣 她就是为了要 满足她的兴趣跟她的需求 就是啊既是远的啊 没关系我就带她去 对对对 对所以她就还跟她 还跟她那个谈条件 如果说你可能每天多喝水啊 接受那个助理员的协助就让你读 对就开启她 每天来回25公里 持续两年的时间 超厉害 对对对 像这个廖兄女士也是这样 也是就是用很大的耐心跟ED去协助她 是对读书 再来是台中的黄碧雪妈妈 对对那黄碧雪女士的话 她的小朋友语心就是小儿麻痹 对对那她其实 她也是有一些蛮严重的学习障碍跟脸 脸部面针的神经性的疾病 对对就是她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 像是可能十岁的时候啊 她的智能只在五岁 那半夜可能会发现她为了玩泡泡吧 卫生纸跟洗洁精都塞满了那个排水口 半夜一起发现 怎么会这样子 对因为她现在可能 她现在那个小朋友已经30岁了 但她其实表达能力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可能因为她身体的关系 她表达状况不是那么好 所以她也是就是在 可能跟她相处上面 跟她的生活上面 她也没有说把 因为她的状况不好 就把她藏在家里 不让她出门 她也是很 就是积极的去发现她的一些能力啊 然后让她去读书 然后鼓励她接触人群 嗯对 好那再来这位是在高雄的王淑萍妈妈 那淑萍妈妈的话 她其实她记者会的时候也有来现场 就是她她的小朋友是 因为小时候出生的时候缺氧 所以她患有脑性麻痹 对 那其实她也蛮特别的 就是她这位妈妈也是 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她的爸爸跟妈妈都 很用心的观察她的生活的 生活的状况 去发掘她的专长跟她的优势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 就是有身上治癒的妈妈 会特别用心去注意的地方 对对 对那像这一位淑萍女士的小孩 东霖她就是很擅长 资料处理跟程式设计 对虽然说她可能因为脑麻的关系 她的肢体上面可能运作上不会像我们一般的打电脑那么顺 所以她还特别制作一个有塑胶板 塑胶板 然后她就是有动每个键盘上面都有一个动 OK 就让她打的时候比较方便 对比较不容易把也不会把键盘撬坏 而且那个位置都很很净确 是她妈自己制作的那个用 对像这一位 她就是在她的小朋友的学习的路上 我发现说她对于可能城市设计跟资料处理有兴趣 那她就是会自己去制作一些教学的服具 来让她使用 对 所以她也是在可能学习的路上都很努力的尽她所能的去帮助她 达到她想要的东西 是是 对那他们那时候来记者会的时候带了好多他们自己做的服务 还有他们自己车子啊坐那个脚踏车 对 对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好来那再来是桃园的林雅田妈妈 雅田妈妈 她的孩子是唐世正 对对那 嗯 雅田妈妈的话她的小朋友其实也是就是 呃 因为她刚出生就有唐世正 所以她可能因为唐世正她的 呃 身体的状况都会比较多 所以她可能从出生三个月啊 发现心脏破洞要修补 对 然后今年又因为感冒的太久又什么肺脏又蓄浓 所以她的身体的状况都会可能时不时的都会冒出来 对对 所以她呃 目前其实都是为了还要转呼吸照顾 中心做复健跟治疗 嗯哼 对对对其实她在呃 她的生长的过程中其实为了她跑了非常多医院 就是因为她的就是身体上面出现了各种问题 嗯对对那其实呃对她来说了她觉得算是跑很多医院很累很辛苦 可是只要小朋友健康她都觉得她愿意这样子对对对那除了她的身体的很多困难需要去克服之外其实她在学校的求学过程中她也是一路的陪伴她对对对那即使说遇到很多可能异样的眼光啊那她对她孩子的爱是让她可以用很乐观的心去面对那一切的问题对对对对那结果她的小朋友她每年都是模范生然后又以市长奖毕业 哇哇哇哇哇哇而且她画画被送出去比赛又得家还有被看在报纸上面这样 嗯哼嗯哼 可能妈妈真的是陪伴孩子 在如何来帮助孩子们 在生活上面 让他更方便 学习上面也是 那当然 我今年很focus的主轴 就是在教育 我觉得很重要 那今天其实玉婷妈妈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因为其实一个家庭当中 有一个生长孩子 已经很辛苦了 那其实在家里面的孩子 有三位孩子 那他们都有在自闭症 雅思的部分 所以其实一路走来 陪伴真的花了 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而且玉婷妈妈又是 泪丹青 对对对 玉婷妈妈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故事啦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 发现孩子 有比较特殊的状况 大概是几岁的时候 我们家是老大 他大概是幼稚园的时候 发现的 那那时候老师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老师 那时候幼稚园老师有两个 就是同一班有两个老师 然后有一个老师 他的 他那时候可能就觉得 他一开始要跟我讲的时候 他跟我说 妈妈你们家小孩子有过动 那我心想说 我会啊 我们家小孩子 明明在家里就很乖 就没有生意 不是正常 是因为我们家族里面 我是第一个生小孩的 所以没有任何的比较 对 但是我记得 那时候我公公曾经给我一本书 就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说话 就是 他觉得为什么到两岁 七八个月还没有说话 不会说话 然后那时候 我拿了那本书 我就把它丢在旁边 所以我也觉得说 没有啊 他有声音啊 反正他也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比较 所以我不知道 几岁的孩子应该要有 爸爸妈妈或是 一些短短矩矩矩矩这样子 对 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到 那个幼稚老师跟我讲的时候 一开始我跟我讲 我真的是很错愕 那我想说过动 一点都不像 因为他讲的 因为他讲的名词是过动 对 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 我决定 证明他没有过动 所以呢我就 我就 嗯 那时候因为老师常常会 天天跟我反应 问题真的是多到不行 然后每天这样子 就是精神压力很大 我为了要证明 他没有过动 我就决定带他到 大院去做检查 那时候我跑了室所医院 同时间哦 因为我觉得一个还 一个医生的 那个诊断可能 没有办法 可以证明 所以我必须要 对 那我到了其实 我去了试所医院 当然每一个医生 给的评断是 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因为 你一次接触孩子 真的也看不出来 其实要观察 那最后我们其实是在 长庚做了一个 三个月的那个疗程 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 心理师递给我一张纸 上面就写 亚士伯格症 其实那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亚士伯格症 然后 我拿了那张纸之后 我就呆呆地看着它 然后回到家 我马上 因为其实我 那时候都有 留在上网的习惯 我就回家赶快查 什么是亚士伯格症 我才发现原来它是 一个自闭症 类别其中光谱上面的 唯一 某一个区块 然后它是属于 可能就是比较高功能的 它是不一样 但是自闭症 因为它很宽广 它有 完全无口语的啦 或者是一些中度啦 然后 比较高功能的啊 那亚士伯格症 又是另外一个 其中光谱上面的 某一个区块点 那我那时候 其实很伤心 我其实 刚发现的时候 真的很难过 但是也证明了 它就不是 不是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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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亚士伯格症 我就在 我那时候很难过啊 就哭啊 然后哭了几天 我就告诉我自己 因为我是一个 从小就是 常常遇到挫折的人 所以 因为我求求历程 可能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 也有ADHD 我觉得我有点过动 常常我读书的时候 都很不顺利 那也 也因为这样 其实我的个性是 不怕 不怕挫折的 对 嗯 我不怕挫折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哭了几天之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如果 我不帮他 应该没有人可以帮他 所以 我就下定决 对 我就下定决心 然后开始 我就开始找 找一些资源 嗯 就是到大医院去做 团体治疗 对 小诊所 每天就是去排 每天哦 排 看能不能语言治疗啊 或者是感同 对对 那时候我们 幼稚园老师真的不错 有一个老师真的很好 他跟我说 妈妈我帮你研究过了 这样子的孩子哦 每天都要 就是密集的 做一些疗愈的过程 让他可以恢复 是 那我也很期待 所以我很认真的 每天就是 骑着摩托车 载着三个小孩 然后跑遍了全高雄市的所有的 就是父亲只要能去的我就去 对 然后不断的一直去找 可以去帮助他的一些方法 是 然后后来 我自己又看到了有一些研习 那举凡有任何的 我发现有一些 呃 协会或是一些什么 基金会办的一些 有关于自闭症相关的课程 我都去 参加研习 参加 对那有一些研习是 我就必须委托我妈妈 帮我照顾孩子 对 然后那时候我住在娘家 那我妈妈帮我照顾孩子 我就赶快去上课 然后就学 学那个 自闭症的教学方法 那因为他 课程很多 都不一样 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学 那 有时候 因为没有人帮我照顾孩子 后来 我就是变成 我都要带三个孩子去 上课 然后最好笑的是 我觉得有一次超好笑 因为我们家最小的弟弟 他其实比较迷恋于车子 OK 那有一天他就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习惯坐前面 我如果不坐前面 我没有办法克服我的障碍 因为我有注意力缺陷 加上我还要处理他们三个 每次处理他们三个 我就没有办法听啊 是 然后老师上课 我又必须要很专心 然后我还要复习 我心里就想说 那怎么办 我一定要坐前面 我就告诉我自己坐前面 然后就带着他们 可是 弟弟就在旁边 车子叫咻 呦 一直在玩车子 然后就很吵 我就跟他说 弟弟你出来一下 我就把他带去外面 说弟弟妈妈告诉你哦 里面不能有咻咻咻 车子的声音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别人 所以呢 你要小声才能进去 如果你等一下有声音 妈妈还是会带你出来 然后他就进去 因为我刚刚告诉他 车子不能有咻咻咻 隔一会儿 他就拿了一台飞机出来 然后他就拿飞机在那咻咻咻 因为我没有讲飞机啊 然后所以他就拿飞机啊 因为我刚刚讲的是车子 然后后来讲 没有讲到 他拿飞机出来一样咻咻咻咻 他后来就拿飞机在那咻咻咻 我又把它带出去 我说 妈妈告诉你 飞机也不可以 你现在只能在里面画图 对 你就可以拿图画出来 我带着他们 就是当他们在那边画图 或干嘛之类 或看自己的书 就带着他们的过程就还蛮有趣的 就是孩子就是会有不断的问题 会发生啊 然后所以我也不断的一直在学习 那我再不断的在学习很多方法 那我发现其实我们 没有一个自闭症孩子是一样 在我在带领的这个 就是带这个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发现特教老师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是的 因为 因为他们要教的都类别都不一样 然后又要把每一个孩子又集中在一起 然后其实最近我就有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高雄市的那个特殊教育的老师的 师生比的问题真的还蛮大的 你知道因为一个老师 就是他分配的孩子很多 他其实没有办法给我们家长太多的协助 因为他们负荷量太大 他们要做事情太多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有遇到 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那个可不可以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家长还要一点敏锐度 去找到我们孩子的优势 那我们也会希望 跟老师就是沟通 请老师帮忙协助一些 那常常有老师真的是忙到不行 老师忙到会跟你说 妈妈可不可以请你自己联络 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那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 为什么老师 为什么老师不能 给我一些帮忙 但是后来我有去发现一件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师生比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我想老师应该 他今天会想要成为特殊教育老师 他应该也不会说这么 应该还是有爱的 他是有爱 但是他真的是 时间被压缩 他没有办法附和那么多 对 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真的要正视 那我觉得障碍不是障碍 我从教这三个孩子 我觉得只要先克服障碍 找到优势 没有一个孩子 他是没有他的专长的 没错 所以其实像刚刚讲到的那十位妈妈 你看他们其实全部都是一样 突破障碍 然后去找到孩子的优势 没错 对 时间关系让电台先进个广告 等会在广告过后呢 再跟现场我们玉婷妈妈 还有我们的安育继续聊 等会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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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 都别人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 清静 需要 身体 在烦恼 在这里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这座花香文 我们如果要睡前 念花香文 花香给自己的完成 清静静 做生 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这可以给你免费来结案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怎么办 王子的舞会快开始了 我要怎样才能赶上 先突然啦 哦 是神仙教母 看我的召唤神助 07 831 9037 哦 这台是 是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提供商务服务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还有轿车 旅车 修理车 大巴 中巴小巴 比之前的南瓜马车更厉害 赶快去舞会吧 祝你有个甜蜜的约会 哇 好 谢谢神仙教母 有任何租车需求 请找全球租车公司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谢谢神仙教母 祝你 这是一个最大的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人的爱 这是一个最大的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 快乐联播网 快乐联播 妈妈到现场跟大家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很艰辛的困难 那当然现在妈妈三个孩子 已经几岁了 刚才你说 在幼稚园的时候发现吗 对在幼稚园发现 然后现在老大已经 要升高三了 然后老二要升高一 然后老三要升高一 是 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 从幼稚园到国小 到国中到高中 哇一路陪伴 真的是不简单 那其实 玉婷妈妈刚在广告的时候 跟杨姐说 你很希望可以鼓励 更多的家庭 尤其你看到 其实你有你的经验的累积 其实你也看到许多的家长 也有一种放弃的状况 可以跟大家鼓励一下吗 我有其实在我这个 家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周遭会有很多这样的家长 因为我们都会 可能就会参与协会嘛 然后会有一些 就是团体的互助力量 但是我真的看到很多家长 他们有一些家长会认为说 下次就已经这样子了 没办法就交给老师好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家长 真的要珍视一件无问题 就是老师很认真的帮你教 晚上回到家就是家长要教 家长必须要有特殊教育的知能 他们是最重要的 因为六日也是你自己要教 那你交给老师 曾经我听过一个特教老师 讲过一句话 一到五回到六日就是归礼 因为家长没有特教知能 他可能会觉得说 没办法 就反正我也教不动 我也不会 他们就有一点习得无助感 其实我觉得不要放弃 因为没有一个孩子障碍 他没有优势 他一定有优势 只是你怎么去找 但是你看我可以把三个孩子 找出不同的优势 他们也没有一定 就是一定同一个样子 对 但是家长真的要有很敏锐的 就是很细心 然后只要你不断的求知 你去学特殊教育这一方面的领域 是我们一辈子要用到的 因为我们要陪伴他们一辈子 老师可能跨阶段就离开孩子了 然后他给你的协助 真的我觉得家长不能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对 我看到很多家长他认为说 我就不会教啊 那我就丢给老师啊 那老师拜托你 然后请老师帮忙教 可是老师能给孩子这么长的时间吗 因为老师他也是要上下班 但是很多时间在家里 对 我们如果有学习 所有的家长只要愿意学习 专业的方法 对 我相信这些孩子都可以跟老师 就是我们可以跟老师共同合作 然后去让这些孩子发挥他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太多家长 他们放弃了 可是孩子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们就没有找到优势 然后他们也无法自我肯定啊 是 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对他们人生 其实是蛮令人家觉得很遗憾 所以我鼓励大家真的要 很用出来念书 就是继续的去学特殊教育啊 因为一辈子要用到 而且这些孩子 他们只要把他们的专长 他们的方向找对 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很优秀的 一个社会的分子 对不对 其实玉婷妈妈 你三个孩子各有不同的专长 你怎么发现的 其实我在陪伴当中 因为我之前都要陪赌 陪伴的时候你要去看 去发掘 没有一个孩子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我想到一个 我常常就是 以前我会常带他们去 我会帮他们报名一些营队 对 然后把他们带来营队 但是我会都带在那边 我带在那边是要随之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 只要他有在 因为那也是一种融合教育的概念 你带他去融合在一般的生 一般生里面 只要有问题 你立刻给予协助 也不会造成这样的困难 可是孩子在那里习的 就是会学到一种社交能力 是的 然后你透过这个学习 社会化 然后会改变 我觉得家长要陪着 像我有看过 就是有一些家长 他可能就都委托我 就丢给我 但是孩子发生状况的时候 妈妈就也不来 然后这个孩子他的能力就没有办法提升 那我在探索这些营队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孩子回来会跟你讲说 妈妈这个很有趣 你觉得 那表示你对这个好像有点兴趣 然后你就会去跟他讨论 这个是不是你比较喜欢的 或是什么的 那当然我的孩子现在才 还没有到大学 那我最近也都一直在跟他讨论 就是可能大学相关科系 你要不要先去看他可能需要学些什么 然后找到他真的适合的再去念 因为我们的孩子很特别 他可能 因为他这个是他不喜欢的 他会没有办法学习 他就不想对那个没兴趣 真的 然后我还曾经看过一个家长 他就是到后来才跟我求助 因为很多很多家长 他们认为我们的特殊生一定 就是一定非得要读高纸 或是什么的 可是我倒不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孩子他还没有找到 他专业领域之外的 专业能力的时候 你把他丢到那里 也许不适合 像我有认识一个 就我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直接丢到图目戏去 结果你知道吗 三年哦 那孩子都不敢讲 因为他也是自闭症 但他不敢说 到第三年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然后有一天我就 就找他嘛 就是又找一个特殊老师 可能就是要去 关心 希望他以后看 希望要再读什么科系 那孩子跟我说 我从二年级开始 都听不懂了 因为那个是专业领域啊 就是图目相关的科系 对他来讲 你一开始就已经把他受限了 那让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真正的探索到 他真的是是不是虚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啊 他一开始就先丢到图文器 结果老师就一直说 他不适合 就是说 他是我们特殊生里面 画的最不好的 哇 那代表他不适合这个领域 但是因为妈妈不知道啊 然后把他带过去 然后妈妈很用心 那个妈妈真的很用心 他花了钱 然后让他去补习 没想到 老师怎么样 把钱全部对给他 他说妈妈你可不可以 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适合 所以我觉得早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陪伴他当中 真正的要找到他真正喜欢 你才让他去那边学习 不然你当中 你真的会让孩子 比如说这三年 也浪费他的时间啊 因为他真的听不懂 那你让他去那么专业的领域 我觉得 其实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挫折感 而且重点就是又没兴趣 因为他没兴趣 但他又不敢讲 因为妈妈又很忙 妈妈又要工作 因为有一些家庭 真的是需要工作 然后妈妈就会说 就会跟我说 他不知道 然后我其实有时候 就会觉得 只要我们家长 愿意努力的学习 你只要很用心的陪伴 我相信你都可以 找到孩子的优势 是 因为真的刚刚在节目前 跟玉婷妈妈聊很多 包含像大儿子 现在目前也在熊中 那其实两个孩子 老二跟老三 也都很优秀 有一个跟美术有相关的专长 那小儿子是运动的部分的专长 大儿子是树自然 这个是我最头痛的 遇到自然真的是无法 可是真的 你孩子找对方向了 你就可以让他发展 他的人生的道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来对妈妈来讲 也是一种成就 当然在这当中 有很多的心酸 不过我觉得真的 玉婷妈妈是给我们很多的家长 一个很大的鼓舞 真的很棒 那其实今天节目最后 这个安玉 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这次的爱心妈妈的颁奖活动 还有我们的协会 有没有一些活动 跟大家讲一下 好那我们今年的27届的爱心妈妈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这么多的 这十位爱心妈妈的故事 那其实这十位妈妈 我们都会在7月25号的中午12点 到下午2点 会在高雄的福华大饭店 做一个很正式的颁奖典礼 对我们会邀请他们 就是十位妈妈 他们会一起上台 然后会接受一个公开的表扬 而且会邀请他们 可能在台上分享他们的故事 对对那其实这一个颁奖活动 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表扬 就结束了 对那其实我们协会 会这么重视这个活动 是因为他在表扬过后 其实我们也会安排他们 其实表扬之前 我们安排他们去跟小英总统碰面 对对我们会 希望他们能够借他们亲身的经历 在他们教养的路上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是可以当作是政府施政的时候 制定政策的时候一些参考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活动 它不是说上个台 办个奖拍拍手 然后就结束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后续在 可能不管是政府的政策制定上面 以及就是可能 自私外妈妈 他们可能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我们都会借由 就是社会的旧的捐助来 帮助他们这样子 好所以这次其实如果说大家一同来响应的话 有做捐款其实也有做 也会赠送入场券 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来支持我们的爱心妈妈 那也更鼓励我们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其实我们应该要不断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找到一线曙光 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无障碍协会 我们的黄安玉公关长 以及爱心妈妈 陈玉婷妈妈 谢谢两位好朋友 谢谢 好我是杨洁 祝福大家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